意大利有一位93岁的老人因为新冠肺炎住院 在他的病情稍有好转之后 他被告知需要付清呼吸器的医疗费用 这时看住账单的老人嚎啕大哭了 医生安慰劝他不要因账单费用而哭泣 老人接下来说的一番话使得医生都落泪了 老人说 我不是因为要付钱而哭泣 我可以付清所有的钱 我之所以哭是因为我已经呼吸上天赐给我的空气93年了 却没付过一分钱 在医院使用一天呼吸器却要付5000元 你知道我欠上天多少钱了吗 我以前从没有为此感谢过 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 感谢你所拥有的 珍惜你所拥有的 健康是无价之宝 我们请不吝点赞 我希望我再来 然后你帮我 我今天就会有很多